大家好,我是东宝,7月21早上,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东宝要直播一场 大家心心见着有一些好东西来了 这次新品有这些,强烈推荐也有这些品 这个虫菌,还有这个五倍之蜜,这是换来款蜜 还有这个,给大家说了,很便宜的明前茶 还有这个,安全垃圾机,你们现在买的垃圾机没什么香味 你可以试下这个,贼香贼香 东宝拍了五六年视频,粉丝朋友们就问了五六年,就是要这个虫菌 但是给大家说清楚,新鲜虫菌搞不好 像我们自己采完虫菌放在家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变累变坏 如果寄出去,我们测试无数次了,西藏,青海,东北,东山省 我们都测试寄过去,然后到边,基本上就没啥用了 所以那玩意搞不到,而且还贵,基本上一百多亿斤,因为那个冷件太贵了 所以说我们换了一个方法,大家也不要理解为是简单的油渣 这个方法从去年,我们去年不知道乌虫菌很大涨嘛 那时候我就想卖,我就叫一个老板去测试测试 一直测今年,才测试好,用一种方法 既能锁住它香味,又有油把炮着,避免它烂,因为毫无添加剂 还有一个家说,多么卖产品,基本上没添加剂 拿回去一定要冰冻啊,还换了一丢丢盐 大家回去炒牢,可能还要放盐继续炒的 这个就这么一罐,净含量,就虫菌净含量一斤 就是五六层干了,而且我选的贵客就是这么大个大个的 基本上大部分是小小的没开散,就是往下弯的那种 我给大家经常说了,黄虫菌就要吃这种好吃一些 而且价格大家肯定想不到,明天来直播间 当然我们也备了一款虫菌油,从山里采后来洗,然后就炸,炸了干干 这就是虫菌油,那个不是虫菌油啊,制作方法完全不一样 那个方法就不说了,全往首发了 还有就是这个五辈子蜜,从去年十月份 就和一个老板一直聊到现在 我说你能不能提供一款这样的蜜给我啊 这个蜜是贼香贼香,一打开啊 就浓浓的五辈子花香的味道,那个味道香远泥啊 吃起来就和我家取的蜂蜜的口感几乎差不多啊 这个蜜呢,是五辈子蜜 大家可以先查一查五辈子是啥玩意儿啊 因为它属于一个歪欧蜜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说过多,就是一款 在我们湘西大山里面是一款非常优质的蜜 因为冬播觉得这是我们湘西大山里面非常优质的一款蜜啊 也是非常值得推荐一款蜜啊 就是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也卖的放心 让大家也吃的放心啊 我自己搞了个检测报告,因为老板他自己搞了一个 我再搞了一个,因为老板肯定是一个抽样 就一桶里面就取了样品出来 我就说他每一桶我都取了样品出来 然后送了点啊,这样就好一些啊 大家看一下啊,张东东啊,五辈子蜜啊 你这名字不爆出来了吗? 都知道我的名字 其实这个蜜啊,其实主要是看这个 就是看那个有没有糖嘛,在哪里 这糖这糖,微检出啊 为什么这块蜜啊,到今天才出来啊 从去年十月份一直聊到现在啊 因为这个,要达到这个蜜圆啊 还是偏少啊 几个产区啊,一个是吉手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淮花那边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横杨那边啊 签了三个产区啊 最后我们今天,要卖的这个款啊 就是吉手的啊,五零山区的啊 这个蜜圆好,很香很香啊 还有一款啊,就是大家觉得前面的明前茶太贵了啊 今天搞一款明前茶啊,很便宜的啊 因为今天明前茶,除了前七天茶,后面茶 就是断压式下跌,全国的茶叶市场都不行啊 就这款,我们一直压到,想压宝压到最后卖啊 还是提前给他卖了啊 像这款茶啊,像去年我们不是卖一款八十八的明前茶吗 其实,这个就在这里面啊 但是呢,今天茶叶的价格啊,其实并不好 后面的茶叶价格并不好 我们不想把它粉到八十八印价的里面去啊 那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单独拎出来了 价格很实惠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买了这款茶以后 可能人觉得,哎,这个茶怎么比买八十八印价 那个茶的味道还正一些啊 那其实不是说,这个茶就是比那个茶叶要好一些 我们这个古道模型就是按时间往后往后推的啊 这个往后推的温度稍微高一点 它的香味就是要香一点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给大家说清楚啊 还有一个产品啊,就是安城肉做的腊子鸡啊 就是大家在市面上买一些腊子鸡 口感很差,没什么香味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没有添加啊 而且是刚上市的啊,来自于我们凤凰县的啊 这个产品呢啊,就是我们这里有句话就是 山里北眠,碎里北山啊 还有就是天上的,就是安镇啊 不过这个安城是痒的啊 用粮食一样的啊 这个口感我真的,我这段时间吃香瓶 我吃了几瓶,吃几瓶啊,每天就是 牛威,起的安镇书 你要起的蜡子,我就跑油起了 天天就这么久,一天一冰啊 这是一款啊,香气做的品啊 像这个虫菌,蜂蜜,毛尖,还有这个油腊子啊 安城油腊子啊,都没酿啊 其实酿都不敢准备多,因为像特别像这个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拿回去,一定要冰啊 十五天之内,你必须冰下去,冰冻冻冻啊 一定给大家说,冰冻啊 还有一个啊,就是个民情甜瓜啊 现在感觉是全王主播,全部去甘肃民情卖这个甜瓜了啊 每个人都能卖一万单以上啊 但是呢,东北的价格啊,比他们干的更低啊 我就看干的更低的情况下,我在我本地博能干个一万单以上吧 这么好笑啊,卖一卖这个,确实很好吃,夏天超级解锁 还有一个啊,就是个鱼皮卷,夏天吃啊 真的很爽脆脆的,料包都调好,无添加啊 下次给大家搞了个福利啊,可能一巴掌就够了啊 一巴掌啊,东西就这些啊,其他东西就和每次卖东西一样啊 明天早上八点啊,明天早上八点我们就正式开播啊 这几款啊,产品都非常非常优质啊 强烈推荐大家啊,大家可以尝一尝啊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拜拜